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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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一定要注意系统相容的问题 就是那个柱子不可以再犯 我这次犯那个柱子才是满头大案 好啦 这个是我们台北市的一个交换 最重要的是现在台湾有八个城市都 其他 只有台北外有其他八个城市都U-Bike 2.0 那这个U-Bike 1.0退休以后你知道 可以用的我们就转送给我们原乡的朋友 我想这是好事的 在捷运市府站还保留一组U-Bike 1.0系统车主 以及自动服务机 供民众回顾留下台北市U-Bike 1.0系统 与民众骑程的共同回忆 2008年我4月的时候带着那个 奉我们创办人我父亲的命令 带着团队到巴黎去考察 到巴塞隆纳去考察 考察台北市的这个公共自行车 到底应该怎么做 然后我当时对自行车完全不懂 我不是一个骑车的人 但是我父亲跟我说 你不懂没关系 我们的人懂 OK好 我就带着我们的团队去巴黎考察 回来之后呢 他们设计出来了我们的U-Bike 当然设计的过程当中我没参与 但是他做出来之后 老实说我也不是很满意 可是已经做出来的 行也定了 我们就不能动了 所以尽管台北市在好市长 他扩充到全台北市的计划的时候 我仍然动不了那个柱子 有多少人问我 柱子能不能改 我说不能改 因为他已经是那个样子了 这是我的痛 这是我的痛 我真的也不喜欢那个柱子 尤其在这一站晚上被拍照的时候 我一天到晚被人家在Facebook上面Tag 所以当我们不断的在优化我们的1.0 因为我们营运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问题 有很多需要去改进的我们都改进 很快的U-Bike 在一两年之内就超越了巴黎 超越了伦敦 超越了纽约 不要告诉我哪个城市的公共自行车怎么样 我们台北的U-Bike 最好 真的不要去以为 谢谢 甚至我旅行那么多城市 看过那么多 我每到一个城市就去摸它的公共自行车 别的城市不值得一提 这三大城市没有一个比我们台北好的 所以我敢跟人家说 都来我们这里学习 公共自行车要学台北 要学U-Bike 尽管是这样子 我们在1.0的整个优化过程当中 2.0的概念出来了 2.0的概念第一个是什么 车速一定要改得很漂亮 大家觉得现在2.0的车速是不是很漂亮 不论有停车没停车 那个车速在四楼里面看起来就是掌心悦目 对吧 我没有老王卖瓜对不对 市长 3.0也不会改车速的 你放心 我不会再去改车速 这是呕心滴血 不会有比2.0更漂亮的公共自行车的车速了 那么我们1.0在这几年下来 台北市创造出来的骑程纪录已经超过2亿 2亿人次高铁才几亿人次 我们是不是大众运输 我们绝对是大众运输嘛对不对 我们是大众运输最先跟最后一里的接驳工具 那么我很高兴说我们U5在台北市 受到政府机关受到局长受到市长的重视 我们一起努力不断的去优化我们的这个1.0到2.0 我现在觉得我刚刚跟议员讲 我觉得我们的2.0我真的找不到缺点 我真的找不到缺点 所以不要跟我谈3.0 我2.0我都已经找不到缺点了 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 那很高兴我们退场的这个1.0的这个车子呢 会赠送给我们原民乡的这个乡民来使用 那车速我们就把它拆掉就好了 那么希望呢我们的1.0车子能够在原民乡 一样给我们的乡民带来幸福感 带来快乐 U-Bike 1.0系统停止营运后 勘用的自行车将一波转正 其中1106辆将提供给市府相关机关 作为邻里巡守及学校自行车骑车安全教育使用 另将捐赠1300辆给原乡继续使用 让U-Bike 1.0自行车退场后可以继续提供服务 记者领期会台北报道 信义区公所要搬家了 将搬迁到广池博爱园区 新落成的信义区行政大楼 12月5号当天就正式在新的办公地点继续问名服务 区长说这是31年来的大搬家 因此工程浩大 全体员工相当辛苦 其实我们这一栋旧的信义行政中心 我们这个大概在民国80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进来使用 所以这栋楼等于是为我们信义区的市民朋友 大概服务了已经有31年了 那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海沙屋 所以后来为了这个安全的问题 我们才会研议要把它移到别的地方去 那现在就是已经崭新的这个广池博爱园区的 这一个信义行政中心已经即将要可以启用 12月5号会正式到我们新的广池博爱园区的信义行政中心 新大楼那边为民众提供更好的服务 这个搬家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工程 所以其实我们从规划 然后到我们最近在执行 这个规划的时间大概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那各个行政 我们行政中心的各合署办公单位 也很密集的在开会 那再来就是搬家 搬家这件事情 如果有最近来的 应该都会发现这个箱子实在是有够多的 那因为整栋大楼 我们的这个文书档案 还有包括我们的办公事务的机具 还有我们同仁 他平常自己在用的这一些办公的东西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最辛苦的过程应该就是要把它 先事前就要规划好 什么东西什么时候要过去 什么时候要就定位 我们都分了很多个题次 那同仁在打包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辛苦 其实我看我们这个负责的秘书室 已经连续加班加了非常的久 有的时候我跑行程回来 可能晚上八九点了 灯都还亮着 这个也没有假日可言 所以真的是非常浩大的一个工程 那我们大家这么辛苦这么努力 大家也是希望说 我们在12月3号跟4号 这个是周末嘛 利用这两天的时间 我们就要把东西全部都得就定位 包括我们的这个电脑啊 然后像我们卫民服务的殡议课啊 民政课 社会课 他们这些有需要卫民服务的柜台 那两天全部都一定要让它上线 12月5号一上班 我们就要能够提供最完整的服务 打包班加的过程中也意外发现两块老牌匾 是由当时第六届信义区全体里长赠送给信义区公所的礼物 也让区公所同人回忆起旧时光 其实我们最近在打包的时候 从仓库里面发现了两块宝 那这个是我们特别把它留下来的 大家也可以从上面日期看到就非常的有历史了 这两块牌牌呢 其实是当时早年我们区公所入口的时候 会有一个很大的镜子 就是要整肃以容用的 那这一个镜子当时是我们在地的里长 为了庆祝我们搬到我们这个新房子来 所以就送给我们 那这两块牌子当时就是镶嵌在那个镜子上面的 所以可以看得到对我们来讲非常有意义 这当时这栋楼就是刚出生的时候 心下落成至庆 是在民国80年的元月 那我们也就是在那一年搬到我们这栋来的 那这是当时我们新义区的里长 大家联名送的 所以非常非常有纪念价值 这个我们也会把它好好的带到我们未来的 这个新的广池博爱园区去 新的新义区公所位在广池博爱园区 结合了派出所 图书馆 还有卫生 社福等行政单位 户外公共空间充满公园的气息 未来将形成一个完善的洽工与休闲环境 因为那边现在就是捷运县正在施工当中 所以预计啦 目前听说可能是一到两年后 那个捷运县通了之后 未来就会很方便 因为我们那一栋楼呢 它跟奉天宫站它是共够的 所以未来一楼捷运站出口 就可以直接上我们的这个行政中心 那我们未来这个行政中心 其实就等于是我现在这个行政中心 所有的机关通通都移过去 但是呢里面还会再增加图书馆 所以这个提供的服务是可以更加全面的 那我们这个广池的园区 其实一共有五栋楼 那除了我们A栋就是我们的行政中心 B栋就是我们现在称为卫福大楼 就是我们未来有一些卫生局的联合门诊 然后包括还有这个社府的单位 也都会在那边提供一些服务 那另外有三栋就都是社宅 所以我们这整个园区非常的大 那主要的建筑物大概就五栋这样子 新一区公所12月5号开始 就在广池博爱园区新的行政大楼为民服务 也提醒民众洽工时不要跑错地方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苏妈妈在线 苏妈妈跟汉儿们一起来呼吁大家做公益了 艺人杨静华日前出演华登初上 苏妈妈角色颇有话题 这回她担任喜汉儿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爱情大使 与汉儿们互动 到照顾剧店也看到汉儿家庭的困难 以及老师们与社工们的努力 进去看了中心 看中心里面 然后我看到里面 当然汉儿在里面都被照顾得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我觉得在照顾好的之余 一定是有一群很有爱心的老师跟志工们 在把他们当成是自己的家人在照顾 自己的孩子一样在照顾 对然后当然为什么会有这个中心的出现 是因为我们可以分担汉儿家庭就是爸妈的一些生活 让他们有多一些产息的空间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就好像是他们去上课一样 然后下了课之后在上课的过程当中也让家里面的家属们可以安心的去上班 然后为了生活打拼 所以我讲述的就是他对每一个进来的人就是的关爱 而且他会去想很多的课程 然后来给汉儿们就是一些照顾 然后他我就问他说你心里都不会累吗 其实我就是要问的比较实在一点 对 他说他一点都不累 他反而从这边得到喜悦 哇我就觉得顿时觉得他们真的很伟大 像我看到阿嘎跟阿嘎 对阿嘎跟阿嘎的妈妈有聊天聊一下下 然后阿嘎的妈妈是有讲说他其实阿嘎是不是从一出生 他就是有这样的状态 他是好像到了青少年大概十八十九二十的时候 他才有这样的状态 所以可能在那个心情上 就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了 所以他家属也是有一段很长的一个适应期 所以我觉得虽然每一个人都要为了生活而去努力活下去 但是毕竟还是人 还是需要靠着旁边的人来帮助一起共度那个生活的难 我也想要举手我也会帅先先来 等等我就来捐一下 好谢谢景华 谢谢 真的觉得就像你讲的 如果是每个月两百三百四百 他都是一个爱心 他都是有带一点力量 重度障碍者文灵目前四十多岁 随着年纪逐渐出现退化讯号 而照顾者爸爸也已七十岁 双双面临老化处境 要如何为憨恶的未来准备 他也充满担心 我女儿她不是遗传的 她大概在一两岁的时候是跌倒伤到她的破脑 然后以前都是我妈妈在照顾 后来两年多前得到资讯 然后在寒儿这个基金会的帮助之下 能够在夜间住宿的这个团家里面 受到基金会的主管 社工老师贴心的照顾 让我们能够心无牵挂 减少心理的压力 而且要感谢基金会 刚刚影片中 有跟我们的爱心大使 谢拍片的刘立珠老师 也是我个人的老师 我们要感谢他 他教导我们家长 如何去跟我们的憨儿交流 去了解他 去信任他 而基金会这边给我们的孩子 是爱心贴心 关心 教导 我们的憨儿 我女儿 有成长那么一点点 我们当憨儿的家长 心里面就是无限的感动 跟快乐 我们要为这一群憨儿 寻找生命的尊严 跟生命的喜悦 那就这样 我们一直拼了27年 尊严怎么去拿到呢 怎么去得到尊严的啊 我们想了很久 最后就是以工作 来创造 汉儿的价值 所以他们就能够融入社会 得到生命的尊严 怎么得到喜悦呢 我们就用 我们的打击乐团 跟剧团 然后来陶严他们的舞台治疗 让他们有信心 可以表现他们的自活 所以啊 尊严跟喜悦 就是这样得到了 那 我们在院警上面 规划终身照顾 我们于是啊 在各地建立了 到现在有30几处的这个 庇护工厂 餐厅 还有烘焙屋等等 还有70几处的 这个照顾中心 社区家园 零托 日托 等等的照顾方式 所以啊 一路走来 就是这样 马不停蹄的 我们不断的在开拓 为了就是 憨额的 照顾 以及啊 年纪大了以后 老爸爸 老妈妈 像我这样子 我已经73岁了 我的女儿是重度的 脑性麻痹 她现在 自己已经不能走路 退化了 所以双重老化 就是这样产生的 我女儿老了 40几岁 在40岁 这个就被定义说 这是心智障碍者的 老化的开始 那她现在45岁 我已经73岁了 我比她更老 有一次在电梯里 她跌倒了 我跟我太太要把她 扶着站起来 已经没有力量去扶她们 所以老爸爸老妈妈 心中只有一个挂念 就是我走了以后 谁来照顾这些憨额 谁来照顾我的憨额 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安心照顾 这样的一个计划出来 我们就是要让潘乐能够过得快乐 那家长可以安心的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基金会在全台设立庇护工厂 透过训练及就业 帮助障碍者自立生活 也有许多照顾中心 但近期每月捐款最多下滑三成 让服务推动面临挑战 希望透过爱心大使杨景华的号召 还有疗愈画家小黄坚的捐款满额纪念品 期盼更多人投入关怀 基柔问君台北报道 HomePlus中家观评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见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那你来拿 想请请假中家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见简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 她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 第四届新兴艺术季为爱转动 10月15日起于华盛文创园区展出 期盼透过画作短片表演以及许愿墙等形式 让大众得以借自闭症患者的角度观看世界 希望共好发展协会从绘画音乐舞蹈延伸 为自闭症患者打造视信课程 也举办艺术季为他们提供专属的舞台 因为我们的孩子80%跟90% 他其实没有口语跟无口语的孩子 然后我想再说 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他的想法 用画画的方式宣泄出来 他至少要有个出口 那既然画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办发展 他知道等一下会有很多人来看他的画作 他就会很开心 本次展览主视觉也是由协会自闭症孩童设计 画作上的恐龙各自污着眼睛嘴巴和耳朵 象征自闭症孩童有别于平常人的感官体验 协会也一次设计天使视角同理短片 希望民众给予自闭症患者包容及鼓励 取代害怕或生气等负面情绪 不管是一般人 就是或是像我们这些孩子有自闭症 或是学习障碍的给他一个空间 虽然我也是自闭症 但是我是初步的自闭 希望是说我们可以希望有一片天这样子 我跟他相处了那么久之后 我就发觉我们有一些小朋友 其实他看到的东西跟我们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或听到的东西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他看到的东西其实是那么可怕的 他害怕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说 你到底在怕什么 你就能够同理他 尽管看世界的角度不同 透过绘画 自闭症孩童能够找到情绪的出发口 画出心中难以用口语表达的故事 也因为振奋改变 他们逐渐变得外向及自信 走出原本孤独的世界 也慢慢找到自我价值 因为像这种特殊生的话 大部分都被 都有点被与世隔绝 让他们走出来 慢慢的我发现他们这有很多小孩子 都慢慢的变得很有自信 他们这边的孩子 跟我们平常的遇到的自闭症的孩子 都好像都不太一样 感觉到他们是真的是喜欢 像是画画 然后还有这个协会举办的活动 拿起画笔 自闭症患者在图画纸上尽情挥洒 此次艺术季不仅让他们拥有被看见的机会 也让大众明白 即使受口语表达障碍所限制 自闭症患者也能透过艺术创作 展现无穷的想象力 记者郭文鑫 黄家安 郑存芝 台北报道 同一株大力局开出红黄白三色花朵 让民众相当惊叹 忍不住拿起手机拍照记录 士林官邸局展今年适逢20周年 公务局公园处特别打造4米高的绿雕蛋糕 以及3米高的地球绿雕等特色花艺 并且精心规划15个展区 让民众感受局展的独特魅力 今年是局展20周年 主题是局要20 那主要的就是 我们在这个展区里面会跟 那个生日派对的这样的元素是有相关 比如说你在展区里面会有看到20的 然后也有看到生日炭糕 那整个主题里面有 数个展区里面比如有生日派对啦 那星空派对啦 那很重要的在我们这个 我的左手边这边有一个粉红的这个泡泡派对 那整个的元素里面 大概就是会以生日欢庆 这样子的一个的主题 来做这个整个展区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围绕跟创作 那菊花除了是我们的这个 一年必要看的这个大绿菊以外呢 那我们的这个造型菊也是我们的这个特色 比如说我们的造型菊从原来的这个水滴形 现在都已经发展到 比如说你有看到很多的星形啦 菱形啦或者是其他的 那大绿菊除了原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品种以外 那我们也有切花的就是说 架接应该这样架接有一个大绿菊里面也有多色的这个品种 那最主要的也有这个大绿菊区也有转动的这样子的一个 大绿菊的这个展示 那比较重要特色是因为20年嘛 所以我们从我们的路口园区开始到这个主轴旋的这个沿路 我们就把过往20年的这样子的不管是海报或是展区的一些经典照 把它这个取决出来 然后融入我们的这个展区的布置 这也是今年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另外在大绿菊展区 因为大绿菊是我们的主角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录制的这个大绿菊的整个栽培的这个解码的过程 所以在那个我们大绿菊旁边的这样子的一个 也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大绿菊栽培的整个流程的海报 同时我们也录制了整个这个这个影片来看 让大家能够持续的这个观赏这样大绿菊的栽培过程 同时最重要特别的就是它有实体的不同阶段的 实体的在这个大绿菊的阶段的食品会在现场之后同步的展示 3 2 1 向夜展 祝福士林官邸菊展20岁生日快乐 从2002年开始的士林官邸菊展 今年特别规划一菊20回忆长廊 以及菊展时光机 带民众回顾精彩的菊展20年 并且特别设立大力菊栽培展示区 让民众深入了解大力菊的成长过程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菊药20 那我想菊展自从2002年开始举办到现在为止 历经了20年的这个时间 那一直以来每年这个菊展都是我们台北市市民 甚至于是台湾各县市的这个民众 每年冬季必来这个参观的一个 必向一个台北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程 那这个多年来就成为我们这个公园处的这个同仁 多年的努力把我们菊展的这个规模 从过去的一个可能只是一个 当初最早只是为了延续这个 过去蒋中正总统赛的一个祝寿的一个仪式 一个用菊衣的这个意义代表祝寿的这个意义 衍生出来的这个一个展览 那再发展成大律局的 多多的这个大律局的这个技术 这个我想都是造就了我们这个菊展 20年来成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我想我们非常高兴 这个有机会让这个菊展延续的时候 我想他未来还有更多的20年 需要来这一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台北市政府在这一个 这个园艺技术上面发相关的技术 那也谢谢长盟这一个 这个我们日本这个利坚市的这边多年的这个协助 还有我们过去还有参与的这一个像 域金向发展都是在这边举行 所以我想透过这一次我们局展的这一个举办 让大家能够了解我们20年来在台北市的园艺发展的相关的一个成就 那最来还是要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 那我们也要谢谢我们协办的单位 包括我们洗柳 地化基金会 还有我们七星农业发展基金会 对我们多年来的这个协助 在我们展场的这个技术 还有邀请很多知名的园艺专家一起来协助我们 办理这一次的这个局长 那我想在这边也能够预祝这次的局长顺利的成功 也欢迎我们全国的这个民众都来参加我们局长的这个活动 参观我们局长的活动 那在这个冬季这边 今天的这个我想是个暖冬的时节 特别适合来我们这个士林管理走走参观一下局长 那相对的也在我们士林这边的这个商圈的活动一起来 包括我们北溢这边一起来把我们的这个士林的这一个商业 商圈的活动借由我们局长的这个一个引路 希望说能够创造更好的一个商机 局长期间也串联周边商圈特约店家推出特色商品与优惠 像是饭店业者推出局长联名的双人午茶宴打造士林赏花品美食的一日游城 我们这次元山饭店的话配合士林管理局长20周年 特别推出了晨光暖菊的英式下午茶 那使用的话是台中的台东的杭菊 以及台湾的纯蜂蜜 还有众多的台湾的在地食材 然后搭配我们的法式的甜点 那在到元山饭店来可以边欣赏大力菊的同时 然后享用我们的菊花的下午茶 因为这次士林官邸首次的局长 首次遗失大力菊到元山饭店来摆放 士林官邸的大力菊 士林官邸局长将从11月25号到12月11号登场 邀请民众前来参加秋菊盛事 体验士林官邸周边不一样的吃喝玩乐风情 记者离奇会台北报道 儿童权利公约指出 每位儿少都应受到公平对待 然而歧视却经常发生在特殊需求儿少生活中 家福基金会公布最新友善共荣儿少相处问卷调查 对于特殊需求儿少 约有三成儿少有负面观感 超过九成在态度行为受家长影响 家福基金会针对友善共荣儿少相处的这个议题 做了一个比较详尽的一个调查 其实我们都知道友善共荣是大家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在我们实际调查中发现 至少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孩童 在这个部分其实在相处上面 跟一般孩童相处上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甚至有超过一半的孩子其实都会被取一些绰号 或者是在合作上面 通常都会有一些很大的议题 另外一个很特殊的发现就是 家长的态度非常明显的是影响到孩童的一个行为 只要孩童有某种 不管是正向还是负向的行为 它其实在家长的这个部分是呈现一个相同的比例的 所以我们是觉得说整个是一个需要从学校社会还有家长 以及儿少自己的一个态度跟行为上去做起的话 才能够建立一个更友善共荣的一个态度跟概念 而友善的教育中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在一个平等的学习的机会 也就是在这样的孩子在一个空间当中 一个教育环境当中 他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一个被尊重的一个学习环境 也就是不歧视的原则 这也是符合国际儿童人权公约最重要的一个精神 家福基金会在国际儿童人权日邀请轮椅女孩雪莉 艺人高山峰与儿子恩恩 儿少代表文英佐 呼吁关注特殊需求儿少心理健康 每一位孩子都应在免于暴力与鼓励参与环境中成长 一般的儿少他可能在生活上 比较需要一些旁人的协助 那可能他有一些比较多的需求 那可能在不了解或者是有一些误会的情况底下 有一些儿少可能会觉得 跟这些比较有特殊需求的儿少 相处起来是比较需要费更大的心力的 但其实这就是缺乏理解和同理的一个情况 如果我们可以了解这些特殊儿少的需求 和他们所经历到的 那我相信儿少们就可以更去理解 或是更能去在生活中协助这群儿少 其实我自己会在过去可能会有觉得说 为什么这些儿少可能会比较特别 或是他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在可能是跟他相处的过程中 我会慢慢了解他自己可能是有哪些地方 在生活中哪些地方遇到困难 甚至他其实受到很多的 在生活中受到很多的阻碍或是一些困难的地方 那其他儿少可能是不了解他的 但是在听过他的故事之后 我就比较能理解这样子 其实我自己有遇过 例如说可能是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他自己的可能会比较敏感一点 或者是对别人的言辞 他可能很容易就是比较往心里去这样子 那就是在跟他沟通的时候 可能就会特别去注意自己的用词这样子 比如说上课要分组一些报告的话 然后很容易就会听到一些同学 就会跟老师抱怨说 我为什么要跟他一组 就是跟他一组很讨厌 然后我想要跟他一组之类的话 然后也有一些同学是会动手的 或者是言语上面有些攻击 像是言语上面的话 他们可能会说我是怪物啊 我怎么跟一般人不一样 那攻击的话有些是直接动手的 所以这种经验算是蛮多的 就是一开始会想要去改善这个状况 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就会渐渐的讨厌去上学这件事情 会逃避 就会想要在家里面 然后情绪上面也会有一些影响 就是会容易想哭 然后小时候有曾经想要自杀过 算是影响我蛮深的 我觉得敏感占很大部分吧 就是他们可能没有跟特殊儿童相处过 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和我们相处 可能会怕冒犯之类的 对我是觉得就是把我们当作一般的朋友 这样子去相处就好 因为虽然说就是我们其实也知道 身体方面有一些比较不方便的地方 但唯一不同就是我们只是需要多一点点的帮忙而已 如果能以平常心去跟我们做相处 那当然是最好的 那有些人就是他可能会害怕说冒犯的话 其实我觉得也不用太过于去害怕 因为其实像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跟我们有交流的话 其实可以问我打个比方好了 有些人可能会想知道我的状况是什么 但他可能又不敢问 但是其实我是可以被接手吻的 那我会建议大家说如果今天真的想要跟一个特殊儿童去交流的话 可以又想要知道他的状况的话 可以问他说我方不方便知道你的状况是什么 因为如果想说以后你可能需要帮忙的地方 我也可以帮忙你这样子 其实这种交流是蛮友善 而且双方也是蛮舒服的状态 家福表示透过儿少视角 从孩子本身看见家长 学校 社会 对特殊需求儿少的态度与行为 在共融的趋势下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呼吁可以从引导认识 友善尊重 接纳培育 鼓励接触等方式 一起成为特殊需求儿少心理健康守门人 鸡肉温君台北报道 中山共融好生活 谢谢大家 工程员挖开地面发现摘水爆管 泥水漫流到路面 而因为压力过大 造成路面隆起出现了高低差 一减多四点我就看了 看了我们交通和台湾都很 他们都要给他们修理了 安乐区基金一路135巷口 凌晨四点发生摘水爆管 一大早通勤族要上班 但现场实施交通管制 造成不少上班族和学生迟到 车辆更是严重回堵到迈金路 车辆根本动弹不得 搭车 水扑起来车都洗不过 高通警察都搬起来 要怎么洗 影响很多人 现在这些商务 又开始搖下去 它再影响到我们 6区几千元 对啊 没办法 要全民生的探討 摘水公司第一区管理处 上午紧急派云抢修 将冒出水的地方进行开挖 寻找漏水点 但周边有4000户摘水用户 恐怕会受到影响 这个是从二瓶公外基隆的一些 相关的管线 早上有遇到破管 我们现在已经紧急调用机具跟厂商 来现场制作 目前要先等到开挖之后 确认漏水点进行抢修 我们大概影响的路段 大概是在基金123路 复数的部分 我们大概是有要再计算一下 上午塞车情况直到9点半 才恢复顺畅 水公司预计要傍晚才会修复完成 基金一路135项 则是实施单向双向通车 请车辆行经要有特别注意 记者 黄绍铭 基隆报导 应该是上面 上面滑下来 滑涩土石瞬间崩落 道路布满泥土 一旁的路灯杆 当场断成两截 路灯灯灯灶全都破裂 路灯燃腰折断 横躺在楼梯间 居民要进去 只能暂时爬过去 这条路应该是说 时间久了土石都有松洞 所以封的地方都是不一定的 有时候比较前面中段 这次封的地方是属 比较上段的部分 高10公尺的山壁 岩壁土石松洞 直接滑落 当场砸中旁边的路灯灯杆 和民宅的雨泽 上 fond店用最后 上跟上面的第1个 冬头几天 不然走下来 很快走下来 就走下来 无辜的路灯杆 当场断成两截 但是居民说 只要遇到大雨 土石就会崩落 建庸市议员鄭文廷、庄蓉清 第一時間抵達現場 聯繫市府單位緊急處理 是不是在附近比較安全的地方 再重新安置這個路燈 那另外就是我們希望市政府 建議市政府就是說 類似像這種有邊坡的 緊鄰社區這種邊坡 一定要裝設一些感應的感應器 sensor 去了解說那個土石鬆動的情況 提早預作準備 這一盞路燈就直接懸掛在 我們另外一個電線桿那邊 我想在結構方面可能會比較安全 那如果未來碰到下雨 那可能如果這邊有路燈 應該就比較危險 那如果未來路燈就在這個電線桿上面 可能會比較安全 那科長有提到 可能一天之內 他就會把那個電線桿設置在那邊 幸運的是 土石滑落當下沒有行程經過 市府單位到場先進行土石清理 再進行後續的邊坡維護工作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 眼界一定為真嗎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瞧 所以記住眼界不一定為真 科技進步人人都可以是記者是編輯 有字有圖有標題 越聳動讓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無聊來玩玩而已 另外還有照片合成技術造假就更容易 還有現在很夯的AI技術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說的都會變成他說的 那該怎麼辦教你簡單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這會不會是假的 二養成查證訊息的習慣看看新聞來源 作者還有日期更要通過各種管道來查證 破解假訊息行動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標題不要分享不要按讚不要驚慌 要查證要查證要查證 中家期盤關心您 服務不停歇 無縫接軌持續服務 基隆市議員張耿輝接獲民眾陳情 基隆和七堵斷合體步道 橋樑等部分路段有破損或是長青胎的情況 影響民眾安全 因此就算選舉剛結束 高票當選六連任市議員的張耿輝 依舊沒有停下腳步休息 立刻邀請市政府公務處河川水利科長 一起辦理會堪儘快改善 尤其我們基隆市的天后 東北基隆牆也比較潮濕 經常下雨 在這邊很多這個石子上 長滿了青胎 容易在一些長者來這邊運動的時候 時常有運動被跌倒摔倒的現象出現 同時在整個這個我們看石子上的一些 有整個有裂縫的 有裂痕的 我是希望今天找我們市政府公務處 今天剛好星期一上班 也非常積極的 馬上到現場來看 我覺得這個效率也很快非常快 個人非常敬佩 尤其我同時也建議說 我們在我們靜德橋上的 很多的斬木也腐蝕掉了 希望還有沿途的那個把手的浮木 有斷裂的 有裂痕的 我也希望一併能夠處理 希望能夠趕快迅速的 這些小事情能夠迅速的 能夠把它處理 讓我們市民覺得觀感比較不一樣 尤其再次的強調 因為我們基隆市的天候 不一樣時常下雨 尤其東北基隆比較強 這些石子都是沒有經常保養的話 容易長青胎 那運動的人容易發生危險 跌倒的現象也層次不窮 由於七堵斷河堤步道 早已經成為民眾休閒散步運動 騎車的好地點 因此張梗會希望這些問題 儘快處理 維護民眾的安全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長青 呂師傅省師團一登場 現場掌聲不斷 不管是挑裝還是舞龍 俐落精湛的表演 在今年全運會一舉拿下 四面金牌 兩面銀牌夾擊 金融市長林又昌親自頒獎 和選手們合影留念 分享這份榮耀 各縣市的這個團隊可以講 這個實力也都相當相當的好 所以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小細節 還有在競速障礙 各方面 這些小細節 我們都極度的相當相當的 這個很細膩的 把他這個完成 所以才拿到這個獎項 我那個當事務 我認為還算不錯的 除了省師團成了最大贏家 像是健美 蜻蜓水球 跳繩都獲得不錯成績 我們當然也在今年 我們修正的健康市運動競賽 獎勵金的合法辦法 把這個獎勵金呢 大幅的一個提升 那第一名是由原本的四萬 增加到八萬 倍增 第二名是從兩萬變成是五萬 第三名是從一萬變成是三萬 我們這一次總計發出的獎金有 五百八十二萬元的獎金 比過去 比過去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 差不多增加快一半 所以我想這是市政府 包括我個人還有我們教育處 還有我們體育會 對我們基隆市的各位教練 還有各位選手 一個最大的一個支持 也希望這樣子的一個鼓勵 能夠帶給大家更多的能量 然後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繼續為基隆市來爭光 為了鼓勵選手全力以赴 市長劉昌頒布提高競賽獎勵金 代表隊拿下十二年最佳的成績 為基隆市揚眉吐氣 今年是我們基隆市全民運 獲得最好的成績的一年 包含了七金 五銀 五銅 那這個其中包含了 呂師傅的這個行事隊 囊括了四金 兩銀 那另外呢我們在健美的部分 以及在女子跳繩的部分 還有我們蜻蜓的部分 也都獲得金牌 很謝謝市長為我們 把獎金增加 而且我們不只全民運動會 像去年的亞奧運下目 全國運動獎金都增加 獎金不輸於六度 所以在市長的鼓勵之下 我們今年成績是 破了歷年最多的希望 希望這些在地 把我們的成績 能在六度以外 我們排了前幾名 非常謝謝市長 及教育處的大力支持 基隆市多位市議員 也親自到場 和選手道賀 我們基隆市的選手呢 在這幾年呢 成績都非常的突出 怎麼說呢 就是以看多金數多牌數 都有逐年的上升 那非常感謝我們基隆市政府 還有所有的教練跟選手很爭氣 讓我們基隆呢 在全國二十二十的縣市呢 都有金牌 金牌數的出現 那也希望各位選手跟教練呢 繼續努力 陳奕偉也會努力 然後大家一起加油 我想在右昌市長上任後的這七年 八年齁 那基隆市的體育成績都非常的好 那當然代表我們市政府 教育處 教育處長 科長 都非常重視我們的體育活動 那當然市長率先的支持 把我們的獎勵已經提高到三十萬 所以可以看到我們今年的全民運動會 也是我們有史以來表現最好的一次 相信這個體育就代表我們城市的競爭力 我們會繼續努力 然後也會跟我們的體育選手 大家站在同一線 那我本身也是籃球委員會的副主委 以及跆拳道的主委 我們會為各項單項運動來爭取相關的經費 讓我們的各項單項運動 在未來都可以代表基隆市拿到更好的成績 這個這幾年的話 其實我們的體育呢 都有蓬勃發展 但是呢 我們有非常多的部分呢 還是需要這個進步的 那尤其是呢 在我們的這個運動的各方面的這個獎金的部分 那希望說未來的話呢 都可以持續的來去做一個提高 那讓我們呢 還有呢就是我們運動員的 未來的這個規劃的部分 規劃進程的部分 也希望呢 我們以後市府呢 那市運呢 會跟市府 未來一起來努力這一塊 那讓我們呢 運動的這一塊呢 除了呢 這幾年的蓬勃發展以外 讓運動也越來越好 這次全運會 金融市政府總計發出了582萬元獎金 獎金較上屆增加了47% 所表達對選手的支持和鼓勵 也感謝他們為金融爭光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大家好 謝國良表示 楊育勳處長現任為立法院顧問 第八屆的立法委員 台灣弱勢病患權益促進會的秘書長 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的代言人 中廣流行網公視節目主持人 人間衛視的新聞主播 也是他競選期間的諮詢委員副主委 希望未來藉由育勳處長的親身經驗 為基隆打造成為一個更友善更便捷更幸福的優質生活環境 大家好我是楊玉欣很高興有機會到基隆來服務 那麼我覺得一個城市最核心的靈魂 那其實就是人 我們如何讓所有的人都能夠激發他們的善意 他們的潛能以及他們的創造力 來讓城市裡面的每一個人 都能夠獲得尊嚴獲得平等獲得幸福生活的可能性 這個是友愛城市最核心的價值 因此所有的服務都會圍繞著人的意義 價值幸福來開展 那麼我們在這裡會設計很多很有趣很共融的 來讓所有相對弱勢的人 他們能夠獲得幸福的機會 然後也讓所有相對有資源的人 那這個資源包含了知識 包含了時間 包含了金錢 包含了才華 能夠透過彼此的交融 在付出和給予當中 去彼此看見 看見生命的需要 看見我們付出我們參與的可能性 友愛城市是一個創新價值的城市 邀請所有關懷社會創新 關懷幸福工程 關懷設計思考的朋友們 都能夠來到基隆跟我們一起共學共創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能夠翻轉障礙者面對的三種困境 第一個就是所有物理性的障礙 能夠去除這些交通道路建築物 公共空間 那這些能夠讓障礙者可以很容易的使用 然後很多人不認識 不了解這些特殊族群 包含小孩婦女高齡或者是新移民等等 我們能夠透過教育 能夠給予更多平等的機會 能夠參與社會大家互相認識 然後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發展面向 都能夠有合理的調整措施 來讓所有的這些特殊族群 可以融合各行各業的交通運輸工具 能夠鼓勵所有人在太舊換新的時候 去採購通用的無障礙車 或者是說通用的福祉車 讓不管是娃娃族 輪椅族行李族高齡的 或者是所有行動不便的人 他都很自然的 而且很自由很自主的 隨時都能夠有無障礙的交通 從點對點到最後一里路的每一個定點 居家或每一個景點 他都能夠有無障礙的交通 所以無障礙的交通體系 還有無障礙的環境體系 這都是我們要努力去翻轉的 其實基隆其實是一個 可以利用一個國外成功的經驗 重新去打造 不管我們城市從視覺上 從實用上 從科技上 並且在人文發展上面 都能夠歡迎 國內外的這些特殊的族群 跟他們的家人到基隆來遊玩 或來基隆來享受生活 我覺得這個可以是 基隆未來觀光的一個特色 其實打造遊愛城市 不是一個福利政策 而是一個觀光產業政策 他在建構觀光產業的同時 他也可以將我們本地 在地的特殊族群 跟他們的家人 因為只要有一個 家裡只要有一個成員 是特殊族群 整家人都會需要 因而調整他的整個生活方式 所以我認為說 我們應該要利用 所謂觀光產業的一個 這樣子的思維 進而去打造 我們全基隆市的一個 這樣子的 從軟體 硬體 跟人文方面都歡迎 而且接受 並且善待 不要講善待 同理 我們這些 特殊族群朋友們 以及家人們 這樣子的一個 都市生活環境 各位基隆的好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林頂超 很開心可以加入 小愛爸爸的團隊 我過去是高雄市政府 首任的青年局長 在更之前也在香港的 金融圈服務 我會帶著我的熱誠 我的專業 我的經驗 來服務我們基隆 所有的鄉親朋友們 未來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 可以來投資我們基隆 讓基隆有更多的就業機會 讓我們基隆的子弟 可以留在基隆工作 各位好朋友們 我們基隆見 拜拜 記者黃日生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佳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希望你待會 每次都做的 封印 非常 efficace 封印 部分 przez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必至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富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学着疫情升温假消息满天飞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加入LINE好友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勾片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直接转贴到买勾片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迁 还可能触犯行者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那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